一講到本,傳統的客家人可能都會流口水 幾乎每一個重大之日,客家人都會拿出相對應的不同本 過年做田本,清明祭祀做法本,端午節做艾本 辦喜事和出屋、走親戚亦要做紅圖本、懸陰本、細本和水本等 各種本各具內涵,構成客家飲食文化特色之一 做本的過程繁瑣,所以不少種類的本只有重大之日才能見到 但有一種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就是水本 水本,廣府人稱它為河粉,潮州人稱它為果條 雖然叫法不同,其實都是同一種米食,只是在選料和做法上略有不同 揭西客家人向來對食物絕不含糊,因此美食眾多 但我們對水本情有獨鍾,大米經過浸泡,磨成米漿 再倒入一個白鐵皮造成的正方形帶手柄的大托盆裏 搖云,隔水來蒸,揭西的客家人習慣將蒸,說成吹 所以這道工序又叫吹水本 然後水本就完成了,以前沒有多層的蒸籠 一個大鍋裡,一次只可以蒸一個托盆,就只可以吹出一張水本 做一家人的份量,至少要用幾個托盆來回地蒸 不單止效率低,還非常容易弄傷手 但即使如此,依然阻止不到我們對美食的追求和向往 由米到本的蜕變,就像黃豆到豆腐的華麗轉變 口感約升了不止一個層次 也正因此,水本才可以征服客家人的胃口 為貧富的生活多出一些甜美的攀頭 即使是普通的水本,我們亦分好幾種 蜕西位於越冬山區,一年可以種兩次度谷 夏季出的叫早米,秋季出的叫東米 早米,口感粗造,一般用來煮粥 亦可以用來磨成米漿,吹成水本 這種水本爽滑可口,刺成條狀來做炒本 或者做成客家原味本湯,它是最佳食材 但早米缺乏黏性和油韌性,不適合用來包本 包本是將江豆,南瓜,鹹菜,竹筍,豆腐,肉粒,蘿蔔等食材切碎炒好 放在四方形的水本中間,再四角對接 就變成另一種鹹香友人的特色美食了 包本用的水本,一般是用東米磨成漿來做的 東米吹成水本的時候,再加少許木薯粉 會更加柔韌,透明,有光澤 專業吹水本的人,可以將水本吹得很薄,晶瑩剔透 又不容易爛,非常適合包本 還有一種水本,是直接在米漿內加肉粒,青菜,蔥,雞蛋等等的作料 吹熟後再掛成丸,留上醬汁 那就是天下文明的腸粉了 對於傳統的蝶西客家人來說 包本是最有誘惑力的 我來深圳這麼多年,試勻了各種水本 都是覺得蝶西客家人吹的水本最地道 包出來的本最好吃 深圳有專門從事水本交工的商販 不用做廣告 蝶西人都要聞著味,抄上門來 有些水本老,還會用傳統的柴火來吹水本 非常有煙火氣 我每一次想吃包本的時候,就會打電話給他們 叫他們吹好水本,然後我再去拿 這樣呢,我只需要準備好裡面的食材 等拿回水本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吃包本也講究技術 先選一隻角開始咬 再慢慢地吃到另一個對角 這樣餡就不會掉出來了 不會吃得一地都是 現在,我都學著其他人來做捆本 也就是包成細原柱狀 只不過包的菜少了很多,吃起來沒那麼過癮 我們兄弟姐妹幾家人 時不時就要來一次包本聚會 有時候還會邀請外地的朋友來品嘗 他們最後都變成了包本的粉絲 我覺得我們包的不僅是本 更加包出一團和氣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